本節目由AMD贊助播出 幾乎可以說是我們認識的第一部全3D的動畫電影 其實這部動畫電影我記得它是在1995年上映 但是你知道它其實在1992年有個黑暗版 真的啊 理論上你也沒機會看到啦 因為那是後來流傳的影片 那麼接下來呢 我就讓各位觀眾跟女王來看這支影片 那是紅色的房子 好, Pat, whatcha doing? I'm Tempest Framore Yeah, yeah, what's this button? See, you weren't thinking of flying, were you? Well... You know, Andy loves toys that can fly Really? Well then, to infinity and beyond You know, Andy loves toys that he can buy This is a test that was... 好壞喔 很壞對吧 最初版的無敵器是一個很自私的角色 那再來我要跟你分享的內容 我覺得蠻厲害的 就是 玩具總統原這部動畫 跟賈伯斯關係匪淺 因為最早呢 皮克斯還沒被李士琳收購之前 他們兩個是獨立的公司 玩具總統原這部片呢 是他們互相合作的時候出來的產品 然後中間發生一些 算是爭議吧 是賈伯斯協助協調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只是一個很大方向的說法 當然細項沒這麼簡單 其實在賈伯斯的個人傳 第22章吧 賈伯斯曾經說過 胡迪一開始是個很糟糕的人 非常非常的糟糕 究竟有多糟糕 我們如果看玩具總統原 應該對螢幕有印象就是 胡迪啊 他那時候想整巴斯嘛 然後 不是用那個台燈 把巴斯推到窗外嗎 其實一開始的設計 並不是這樣 一開始的設計是 胡迪要把玩具趕走 一開始的胡迪 他的地盤意識很強 看到巴斯光臉這個外來者來的時候 他是想盡辦法 想把巴斯這個人物徹底幹掉的 因為他想要暗提一個人 因為你不是想殺 好 我跟你講 為什麼胡迪會這麼邪惡好了 他們還在設計這個人物的過程中 胡迪最初不是這麼邪惡 但是 卡森伯格啊 他覺得 胡迪跟巴斯這兩個人物的個性 一定要足夠鮮明 這故事才會有趣 然後當時負責這部電影的 巴塞特 他設計的兩個角色的 性格其實 路差沒這麼大 因為他希望這部動畫 是可以給小朋友看的 這符合迪士尼的需求嘛 所以剛開始這兩個人物 並沒有符合 卡森伯格的需求 那時候卡森伯格還跟巴塞特 說你去看那個 陶玉驚魂跟48小時 就是要把這兩個人物搞得 有足夠的人格魅力這樣子 胡迪後來就是 因為這個關係 越寫越壞 就只差不會殺玩具 其實齁 不好說 當初 有一個橋段是這樣演的 胡迪想把玩具丟到床下 他丟下去 到底只是想要清自己的地盤 還是想把玩具破壞掉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只是他確實有這個動作 然後他當下要求 彈簧狗來幫忙 他要求彈簧狗幫他 把玩具推下去 這個時候 彈簧狗猶豫了 他想說 你這麼做真的對嗎 他就猶豫於瞬間而已 你知道胡迪做了什麼嗎 胡迪跟彈簧狗說 誰說你的工作是思考 不得了 真的賊兄你知道嗎 很獨裁 然後 彈簧狗就有 吐槽說 哇 那這個牛仔怎麼這麼恐怖 聽說這次後來整個皮克斯動畫團對面 他們每個人都會低於你的一句話 這牛仔怎麼這麼恐怖 對 然後就連胡迪的配音員 康姆漢克自己都說過 哇我好討厭這個角色 這角色一開始真的很討人厭 後來1993年 11月 迪士尼內部看了這部電影 就放映了 看我們大家來看 欸看電影了 結果發現 哇 哇 這個電影一盆燒 看你自己都看不下去 欸其實看不下去 有一部份是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糾葛 但這個 我覺得太偏離本次影片的主題 我就不去延伸 總而言之 你說對了一部份 就是 這電影已經砸鍋了 你知道嗎 特別是以 迪士尼的角度來看 這東西是要賣小孩的 那他們開玩笑嗎 所以他們就是一氣之下 就把 卡森伯格趕出的團隊 然後這時候 賈伯斯就回來 又應該說他就 接手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 當時皮克斯跟那個 迪士尼團隊是 這個合作機會快砸了嘛 一定要有人想辦法去 脫皮球 賈伯斯不僅去脫球 而且還出自己個人資金 來協助這個電影劇去開發 然後最後呢 就是來來回回 又改了很多次劇本 才把胡迪 漸漸修成 我們後來看到的模樣 原本胡迪用 重傷巴斯的橋段變成 他只想惡作劇 不小心把巴斯趕出床完 就是這樣 對卡森伯格 一開始做法 實在是太極端了 但是因為卡森伯格 他希望這部電影 可以不僅賣小孩 他希望這部電影 可以讓成年人 看了也有一番滋味 對 這也是一個額外的話題 我覺得動畫跟卡通 這個東西 以前我們那年代 父母對這種藝術 都有一種刻板印象 你看卡通 就是給小孩 一直到近年 看動畫的年齡層 有變廣的趨勢 應該說我們現在 自己做爸爸媽媽 我們也看動畫 所以現在接觸動畫的 小朋友變多 而且他們可以說 在一個沒有負擔的情況下 接觸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小時候 可能小學的時候 看動畫還沒事 可是到了國中 我們繼續看動畫 父母就會一句話說 你有這個經驗嗎 你有嗎 沒有欸 我天天都在看卡通 好 我家是有 但是我父母是 不會強制干預我們 然後一直到了高中 之後管不動 而且又出去住了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看國中的時候 看的卡通是 幹練 然後你知道0300的幹練很黑暗 父母還無法接受 對啊 他就說什麼時候 動畫變那麼黑暗呢 因為我會對這個 特別有感觸 是用我去研究最近 鬼滅之刃的一些 討論話題 因為鬼滅最近超級火 年紀比較小的觀眾 就會把鬼滅奉為神作 因為他超越了 蛇影少女這類的經典電影 對不對 那我覺得 單純只看票房 其實是 對其他經典動畫電影是不公平的 因為要考慮大環境 現在這個環境呢 看動畫的人變多了 我只能說 技術變多了 因為我們以前看動畫 會怕被人要笑說 欸咦咧 我說那個 我不行 我宅男我就棒 你是男女 我才是膽男 以前那年代 如果看動畫的話 可能會怕被人說閒話 當然到了這幾年 這個問題會有比較趨緩 而且市場也相對 更重視二次元的商機 那在這樣的大環境的條件下 我相信 因為掏錢去看動畫電影的人 是變多的 那一樣條件 所以像我已經在這個年代出生 他有沒有機會 衝更高的跳躺 我覺得是有機會啦 我覺得都很好看啊 真的這些電影都很好看 只是我覺得他們 鎖定的方向不太一樣而已 這個話題 跟玩具總統也比較沒有關係 也車比較遠 那我們就在這邊停住 好那以上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 玩具總統也的上古黑暗版 有沒有很驚喜 那個胡迪 好醜啊 因為我們已經看習慣原本的那個長相 那個胡迪的猥褻臉 哈 但是魔魔形害了他好嗎 所以他本來也長蠻猥褻的啊 其實你說很可怕 我還以為有什麼 血腥的畫面之類的 喔你覺得不夠可怕是嗎 對啊 但是可能對小孩子來說 這很可怕吧 欸不知道啊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的接受度比較高 對啊 大叔看大哥哥我心都驚了 說好不提大哥哥 我覺得可怕是因為 崩人社的感覺 我沒想到胡迪可以這麼壞 而且 我們跟妳說可怕是因為 我那時候腦袋裡面 是有那個 彈簧狗吐槽胡迪那一段 對對對 當然 那個比較可怕 對那個真的可怕 那個比這個還要可怕 好以上就是想跟大家聊的 ACG狗三小 如果你覺得 ACG領域還有什麼 值得我們聊的話題啊 也可以在彈幕跟留言區分享 之後我們就要看情況吧 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的全部內容 謝謝你看到最後 我們下一次明天見啦 掰掰